先和Reed谈谈大事 看到上星期五恒指就诞升 上升到28,000楼上 其实这个星期就继续有些大型科网企业去公布业绩 你怎样预示这个星期恒指的走势呢? 恒指走势可能也会相对观望大道比较浓厚 刚才你所说,其实这个星期有些很多消息 集中在星期四、星期五、星期三左右 包括刚才你提到的科网计绩 京东、网易、腾讯 还有星期五恒指贵劫 联绩议设计会计记录 当时星期四左右 所以在星期初一段 可能会比较观望大道比较浓厚 反弹的事述,星期五也反弹了 所以现在开始可能会先执腹波动 现在黑期正在升到170点 对,八几点、二百点 但整个大市的走势 一个等字就是观望大道比较 不是太大明确的方向 而且你也要留意 美股上星期因为通胀 问题曾经下跌 虽然后来回稳 但你看到市场的所谓避险情绪是高了 例如上星期下跌 除了当然在通胀上升 令科网股 可能几个龙头都可以跌下来 但你也要留意 很多的职业股 或者一些所谓传统工业股 其实也会看到一些获利盆 沽压 基本上有点变 例如联想那些 又或者新周 或者其他职业股 其实也跌得比较急 可以看到整个投资者的心态 可能会比较审慎 可能先获利再观望 这个情绪 这周初也是继续维持 所以可能反弹会有 技术反弹会有 但可能未必能够维持 很可观的一个上升走势 你觉得横行或责幅上落 这个格局 至少今个星期会为次主 始终会继续 因为始终也要等待一些消息 做一个参考